現場媒體朋友大家好 還有各位大家好 我是元甄 哇 聽到元甄這個 真如其人 這麼甜美可愛的聲音 大家都融化 這個元甄她 我在這影片當中有看到 為了我們無障礙生活 拍了兩支廣告影線 那在影片當中 妳比手語比得好自然喔 其實是因為我本身呢 我的親友有聽照的朋友 那手語在我小時候就接觸過 因為想跟表妹溝通 所以呢會用自以為的手語 就是可能我好累喔 我好冷喔 就是用自己的body language 來跟她溝通 那不一定是正 就是大家看得懂的手語 可是經過老師的修正之後 我覺得很快的可以上手 因為日常生活中 妳想要跟她溝通的時候 妳就會用到這些 而且妳的表情會相當的誇張 又想讓她感受到 妳想表達的意思 因為其實好累喔 好冷喔 大家還可以理解 但如果妳想要溝通 比較好 妳應該說這樣 是這樣 但如果妳想要溝通到 更難一點點的 有些時候 有些聽照或聲音照的朋友 他們真的不太能夠理解 我們想說什麼 我自己也會開始跟她 有溝通障礙 可是現在因為有直筆啊 我們可以寫字 對 或者甚至是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就盡量可能用更大的聲音 或更大的肢體動作來讓她了解 其實妳在那個影片當中有一句話 讓大家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幫助現在的她照顧未來的妳 還記得要考試嗎 還記得怎麼比嗎 現場直接先來考一下好不好 我幫妳拿個麥克風來 其實手語呢 我也是經過老師的教學 我才知道她有跟英文一樣 不同的句型 所以並不是我講什麼 比的就是什麼 所以現在呢 就是幫助現在的她 就是照顧未來的妳 其實她有點倒裝的方式